在天氣最常驗皮膚問題 例如塵麻塵、細菌、真菌感染、汗腺的問題 都會比較随随地發生 塵麻塵通常有很多原因 有分急性和慢性的塵麻塵 通常有些接觸過敏後 有機會幾分鐘內就會發作 有些甚至幾個小時才發作 線其實都是真菌感染 簡單來說通常最常見的 就是香港腳、腳線、手指、手指甲、灰甲的問題 這些都是真菌感染 通常有汗多的人都容易有真菌感染 堵塞汗線的時候 汗排不到出來 令皮下有機會發炎 發炎的話就會痕癢 有時候會令你有痞癢 痞癢的時候容易會損傷 有時候當皮膚上有細菌 就會有機會容易細菌感染 如果是嚴重的 可能有些流膿、濃瘡發生 再沒有處理的 可能有機會細菌入血 令有些敗血症發生 其實不建議自己拿皮膚藥膏去塗 因為比較常皮膚病 有分很多種 就算最簡單、最普遍的紅種、痕癢問題 很多皮膚病都會令到這樣 所以最好找醫生做專業判斷是甚麼病徵 要對症下藥才會有最好的醫治方法 塗麻疹 通常醫生會開抗組織胺的藥 抗組織胺的藥會減低組織胺的分泌 令到沒有那麼容易紅腫、沒有那麼痕癢 至於腺 腺例如真菌、腳腺的問題 我用的抗真菌藥膏 塗在環柱上 通常塗了之後 會有些好轉 但有時候嚴重的真菌感染 有時候可能需要吃口服的抗真菌藥 這些更加需要醫生去處方 細菌感染 有時候會有些狼腫、濃瘡的問題 嚴重的 腰師可能需要做小手術 割了一些狼腫、濃瘡 放一些濃瘡出來 之後再配合抗生素 最好不要拗那些地方 拗那些環柱 如果拗那些環柱 令到皮膚有損傷的話 便會容易受一次真菌、病毒或細菌的感染 如果用藥方面 例如抗生素 一定會完成所有的療程 如果不用了 然後停用的話 有機會有抗藥性的發生 所以我們儘量避免患者的毛巾、三虎 和其他人共用 我們碰傷口、碰患處 或者碰完之後 最好便要洗手 以防手上帶了病毒或增菌細菌 便會傳染開去